感谢天恩师的和讲师 还有线上的前贤大家早安 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 后学先针对上一次上课 在课后前贤们所提出的 25位大圣者各有自己修行正道的法门 那我们是要截取哪一位圣贤的法门 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一次课后 已经跟前贤们略为解答 但是针对我们有些前贤会提前离线 所以后学再将那个问题做一个文字的记载 让各位勤贤去约略能够了解 我们读25圣元通章 那么这一个章节他所带给我们学到的启示 重点在于哪里 我们都知道修道的本意就在复明你我的自信 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我是在家修 如果我们能够用道心来立身处事 待人接物 对一贯道弟子而言 礼天其实就在你我的眼前 但是如果我们在日用轮场当中 即便在道场承担圣事的时候 也以人心做主 希求正果 那各位勤贤 那么不论我们学了多久 我们做了多少 答案是归家无奇 因为人心多变 得拢望数贪得无厌 所以我们在学到 其实就是一个去人心显道心的过程 这一个过程用我们世间法而言 就如同你我生病在看医生 那医病之道一定是在于除我们的病根 医生找着我们的病根的时候 对症下药就很容易解除病所带来的痛苦 而我们的病多半都是从贪嗔吃爱得来 由财色明十岁所导致 所以佛陀在各部经典里面都提醒我们 学到要先除五盖 五盖就是财色明十岁 这五样东西盖住了我们本有的智慧 所以去其外感以后 我们才能够在进一步的往内心里面去探讨 所以在去外感的一个功夫上面 持戒是最好的方法 孔夫子讲的四物 非礼物是听言动 就可以避免我们经由六根的时候 触景深情 对境深心 先断绝了外在所带来的污染 然后进一步的往我们的内心里面 去淡化自己的贪嗔至爱 这个叫做去内伤 所以内外齐头并进 那么我们累结轮回的病根 就可以完全拔除 修到要正果就止日可待 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去除外感 去除内伤的时候 你必须在你起心动念的当下 就要有那个警觉心 去把它连根进化 所以儒家讲 正心诚意 教我们的就是圣读 佛门教我们 未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除 所谓的未生恶令不生 就是教我们在起义的时候 你就要断除了 即将而来的恶念 所带动的恶行 那如果不能够掌握先机 在圣读的时候 察觉到一念的不对 我们事后就必须 趋生物于昭著 那也没有不好 亡粮补牢嘛 只是多费一番功夫罢了 所以我们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你我累结的病根是不一样的 后学屡次在课堂上 跟各位弦弦提到这个观念 我们在累结当中 我们生活背景的不同 道理的讯息不一样 个人的贪嗔 吃慢衣染灼也不同 所以我们生的病 有轻有重 也在不同的地方显现于外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些人欲望很多 对于外在生活物质上的要求 条件特别高 有一些人呢 他淡化物欲 但是自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这个称之为心高气傲 那有一些人 他的话多 所以我们累结染污不一样 我们病痛所在之处不一样 不论我们的病是什么 重点在于 病根在哪里 你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去治病了 所以有一个警觉之心 我们处境生情的时候 随起随觉随觉随扫 这个扫就是扫成除够 因为我们有用心扫的一个功夫 就能够随扫随面 日积月累 功夫成片了 你就会体会出修道带来的好处 那就是逐渐的会感觉到自己 常常是神清气爽 因为你的内在没有任何的挂碍 才会导致如此的一个美好的现象 我们去承受到了 我们世人是比阴阳二气而生的 万物复阴抱阳 这个复阴抱阳 不单是指复经母血而言 它另外一个意思 阴主静代表我们的本体 阴主动代表你我一切 一体所起的用 所以不论是静 是动 我们却发自于自己的真心 到了那一刻的时候 以道家的术语而言 就可以归根复命了 这是后学将如是道 三教圣人所教我们 你修道用功的地方在哪里 或许完全提供给各位 前贤去做一个印证 那谈到我一贯道的三宝心法 我也再跟前贤们做一个解说 方便你对应前面所讲的 如是道三教圣人讲的修行的功夫 你看是否雷同 三宝心法 其实就是佛陀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达本还原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当我们首报合同的时候 是很明确的借向明理 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身为一个修道人 言行一定要循规道矩 这就谈到了持戒 我们目不斜视 我们行不躁动 就是教你我要严守四物 从初的约身 屈身物 到我们约心 去圣读 这些都落在戒的一个区块 所以借就是教我们学到入手的基本功夫 当我们求到得了三宝的合同的时候 各位前贤 他就是教你我 身为一个一贯道弟子 在日用轮场当中 言行要有一定的威仪 要有一定的亲近 至于二宝的真言 则是儒门谈的禅定 道家讲的静坐之功 教你我要指妄念的 清静经里面不是讲吗 妄念会带动我们的七情六欲 让你我心生不明啊 所以妄念者 则神清气霜 勤妄则心灵 你没有七情六欲的一个角度 你的内心就能够 静若止水呀 玄关则是教我们 自信出入的一个门户 是教我们 要时时刻刻 手中用中之道 所以玄关不是只有手 它还要有用 体用一定是不离的 回归到第一宝 就是教你我 在日用生活当中 一言一信 一定发自于自己的寸中 寸中就是你我的真心啊 能够如此严格的检点自己 我们就能够做到儒家所讲的 虚于不离道 而道心是无助的 它不粘着外在的任何一尘一杀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就能够事来意 事去习 这是在我们进入到今天课程之前 后学跟各位前贤 分享了一点小小的心得 提供给各位前贤 在研读二十五圣 圆通章的时候 你也好好的去思维 我作为一贯道弟子 我的修行入手正道的功夫 在于哪里 接着进入到经文 这是智慧第一 十大弟子当中 舍利佛的一个自我的表现 舍利佛是从掩饰入根 法华经里面记载 它是金龙佛佛来应试的 所以都不是普通人 只是一佛注释 万佛搭帮注到 一朵红花 要有无数的利润 去衬托出他的娇艳 他的一个尊贵 所以修道人 当他的修为越高的时候 他越懂得谦卑低下 而非高高在上 所谓的心见清净 谈的就是 舍利佛久远节以来 累劫的修行 早就已经透过眼根 接收外在一切 有向的讯息之时 它是不落分别对待的 它不染色诚 这个叫做心见清净 而你我在日常生活里面 常动用我们的掩饰 对一切尽有好坏美丑的分别取舍 当然既然讲掩饰 是就一定是出自于你我的主观预示 所以相同的一个镜 放在不同人的身上 他的解读不一样 因为世心的染污不同 因为有分别取舍行为的造作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所以掩饰是不清净的 舍利佛在累劫修行当中 已经开始用他的真心去看物 六合合的主人就是一个真心 所以真心如果清净了 这个六根随缘所起的用 就没有任何的染污 这个就叫做真正的心见清净 所以如是受身 如恒合杀 这就代表舍利佛的修行 不是一生一世 而是多生多节 从来没有中断过修行的这一条路 那各位请显 我们就不妨问我们自己 这一生有缘进入到一贯道里面 作为一个修道的人 我们是想经由这一生的修行 改变自己辛苦的一个命途 还是寄望这一生是一个好的开始 让自己未来的生生世世 都能够大步坚定地走在菩提道上 当你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你在修行的路上 你所付出的努力 你所开启的智慧 它就会有天渊之别 舍利佛 累劫都走修行的路 所以见佛文法的次数多了 道理明白了 在六根对应这个花花的世界的时候 世出世间种种变化 一见则通 或无障碍 换句话说 不论是六凡法界的一个区隔 他的苦乐或者四圣法界高低的差异性在哪里 舍利佛一看就完全能够明白 他为什么能够一见则通 原因就是离开意识的嫉妒分别 我们就是常用自己的一个想法去揣测别人怎么想 然后常用自己的观点强强加在对方的身上 希望别人能够认同 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 五轮角色的扮演上 夫妻的互动 两代的沟通 手足的一个互动 乃至于同修倒伴 邻里当中的一个接触 我们不都是用这样一个模式 在运作自己所有的行为吗 那意识心有我能以及我所能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 有能有所 有所见则有所不见 因为能所是无明 当我们的能所心越强的时候 那个无明越重啊 本该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妙智慧 被无明覆盖就不能显发妙用 所以我们自以为有所见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当下有所不见 而且不见的往往是关键的一个地方 所以没有智慧 为伴 我们在日常生活处理一个最简单的人际关系 或者办一件事情 为什么都不能如自己所预期的 圆满的把它解决掉 原因就是在于 主观意识左右了我们 让我们有所见则有所不见 所以我于中途逢家设坡 兄弟相逐 宣说姻缘 悟心无尽 这是谈摄立佛这一生 在遇到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一段际遇 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都曾经知道一个典故 那就是摄立佛跟牟见人尊者 两个人其实同样是一个外道修行团体的领导者 那有一天摄立佛外出的时候 刚好碰到家设坡三兄弟 他们也是外道的修行者 跟摄立佛牟见人一样 都有随行众数百个人 也就是都有自己高贵的位置 那么摄立佛跟摄迦摄坡三兄弟 同时遇到马圣彼丘 被马圣彼丘外在的威夷所折服 因为佩服他的修养如此的高 行诸于外 才会主动上前跟马圣彼丘 做一个进一步的探讨 也因此让马圣彼丘 有机会带释迦牟尼佛 宣说因缘法的一个异地 于是感动了加设坡还有摄立佛 他们都什么 抛弃了自己的僧团 而能够修行团体 而进入到释迦牟尼佛的僧团当中 继续学到 摄立佛自己听闻到这么好的讯息之后 他就立刻回去告诉自己 另外一位好的伴侣目见年 两个人就一起就进入到僧团里面 开始了自己出家学到的一个开始 所以透过这个马圣彼丘的开导 他悟心无忌 这个心就是真心 了解真心片一切处啊 世间所有我们见闻觉知 得到的一切讯息 都是真心随缘所起的用 用在哪里 体就在哪里 用一定不离体 所以才讲真心周遍法际 马圣彼丘当初有机缘 跟这几位外道的大修行者 有探讨佛法的机会 他到底讲了什么样 很高深的道理 引起他们浓厚出家的兴趣 其实也就是这二十个字 诸法因缘身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坐如是说 摄利佛等看到马圣彼丘 被他的威仪折服 就主动前去寒暄 请问马圣彼丘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修行 可以换得如此 庄严的一个外貌 马圣彼丘回的是这二十个字 那前贤人就会想 这二十个字我也懂啊 但是为什么我的威仪 就不能够去收射人心 那又为什么听到因缘法以后 就能够掌养出自己的威仪 后学的想法是这样子 当你悟出了周遭的一切人事物 是因缘和合的 它的存在是有时间性 缘起则有缘灭则无 最终的结果不论好坏 都是一样毕尽空无所得 当你了解了以后 深深落映在自己的心里面 你在行物行住坐卧当中 没有非分之想 因为道理明白你看不过了 你没有非分之想 自自然然 目不斜视 你也不会闻相像马 行住坐卧就能够循规蹈矩 这个威仪就掌养无外了 而我们之所以明白因缘法的道理 却没有培养出来 那是因为道理我明白 行为上我配合不来 我内在的贪嗔吃卖鱼 不因为了解世间法的真相 而有任何的一个淡化 或者淡化的速度不够快 你对于周遭的一些的财色 民实税还有诸多的贪求 有贪求之心 你的心就不在位了 真心不在位 真心不能当家作主 发号司令 四肢百害就绝对不可能 循规道绝 最后学在看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 我就去思维 为什么学到那么久 却不能够有那么一个 美好的道貌行住以外 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于 知与行之间没有谋合在一起 被从佛出家 见觉明远 得大无畏 成阿罗汉 舍利佛 旷解以来 都在基修 所以未遇到释迦牟尼佛之前 他已经讲的 他的掩饰无碍 世间种种变化 一见则通 通虽然是通 五十五个位次 或是五十二个修行位次 你进入到虚陀还出国位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通用 见或就让我们利于不败 见或除就让我们学到利于不败 但是从虚陀还果修到妙诀 他还有相当久远的一段历程 所以过去设立佛虽然已经 掩饰通 但是还没有明远 明远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极致 因为听从马圣比丘的一个讲解 赞叹佛的智慧的一个高 他们就出家修行 出家修行 常常见佛文法 就让自己的妙智慧越来越通达 所以为佛长子 从佛口身 从法化身 设立佛是十大弟子中 智慧第一 可以祝佛 转法轮的 你没有智慧 你如何去 去度化众生呢 所以这个叫做 从佛口身 为 从法化身 因为听闻佛法 去滋养自己的法身 慧命 才会有智慧的增长 所以佛问缘通 如我所证 心见发光 光及之见 思为第一 心见发光 光就是智慧 佛的 这个常光一丈 就是代表他的智慧 圆明的意思 有了智慧 你自己的立身处事 或者引导别人 就不会误入歧途了 所以 舍利佛就回答 释迦牟尼佛讲 佛您在问 入手修行的功夫 如我在因地过去所修 那么我是见佛 文法之后 掩饰得到一个 圆明清净 成就我的无障碍志 所以 能够见识 跟佛的智慧一般 跟佛的智慧一般 就表示 他已经 洞彻诸法的实相了 诸法的实相是什么 实相 无相 无不相啊 这个就跟小圣 所体悟会的 万法皆空 在境界上 有绝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舍利佛 将自己的 修行正道的经验 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是从离开 掩饰的分别对待 才去成就 那这边就顺便提一些 舍利佛的故事 他既然是智慧第一 那么我们也希望 在累劫的 积修之后 早日的 我们也能够 拥有那种高超的智慧 所以提供这个小故事 跟各位前嫌来分享 这种智慧 要从哪里去开启 当舍利佛在僧团里面 用极短的时间 就断除了所有的烦恼 正到阿罗汉果的时候 佛陀就当着 所有比丘们的面前 去赞美舍利佛 在我身闻弟子当中 聪明智慧第一者 舍利佛比丘也 老师给弟子 这么大的一个肯定 于是其他在场的比丘众 就很好奇 为什么舍利佛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 快速的解脱 他们很好奇 就请教佛陀 这一位舍利子 究竟前世 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善业 由哪一种善业的缘故 能够感得聪明 深邃的智慧 无疑惑的智慧 这么一个美好的果报 所以让他这一生出家修行 在极短的时间 就能够解脱正道 那各位前选 我们可能就会联想起 在道场上 我们一开始就听 财布师得富贵 法布师得聪明 无畏师得健康 那是不是 他累劫都在修 法布师呢 我们看后面的答案 超出各位前贤的想象 于是佛陀就讲 他说在九远九远节 很久以前 有一处村落 里面有一位婆罗门 他娶老婆没有多久 就生了一个孩子 又经过一段时间 又生了一个女儿 这一男一女 渐渐长大 可是就在他们成长 还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 这一对夫妻 竟然相继过世 家里面没有长者 可以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 哥哥就立刻带着 自己的妹妹 住到山林当中 平常靠着 采食一些野果 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那小女孩 在哥哥的照顾之下 逐渐长成 她的心不像哥哥一样清净 她对于山林当中 那种平淡平凡平实的生活 她极度的不耐烦 于是就对她的哥哥讲 我不想天天这样子 采花吃鲜果过日子 我想回到早期 我们在山下住的时候 那里面人烟茂盛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所以要求哥哥 带她回到 以前所居住热闹的场所 每哥哥极为疼爱妹妹 就答应了妹妹的要求 可是在山林里 久住 身无掌握啊 离开的深山 没有大自然所提供的食物来果腹 她就必须做一个求起的动作 于是兄妹两个 就到了另外一个 婆罗们家里面去求起 那个两兄妹站在门外 在要求对方 要布施一点果腹的食物的时候 屋主人出来 一看到是一男一女站在门口 不知道他们是兄妹 误以为是一对夫妻 他就讽刺他们 你们从山林隐居 居然还会有妻事啊 于是哥哥就赶忙解释 这个是我的妹妹 并非我的妻子 那当然在一番应对之后 婆罗们就问他哥哥 那你妹妹出嫁了吗 哥哥就回答 没有 于是婆罗们就主动要求对方 是否愿意将妹妹许配给她 在她的哥哥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 妹妹就把哥哥拉到一边讲 我实在不是偶尔下山就可以 我已经没有办法 一辈子很安然自在的 在森林里面采野果来维持生命 我天天都想离开那里 我那个离开山林的心越来越强 那今天既然有这个机会 对方想要娶我 哥哥你就答应把我嫁给这个人 因为我们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可以供我们来到城市当中安身立命 如果结婚了 就没有衣食住行的烦恼了吗 因为妹妹有这个心 而婆罗们也看出了这个女孩的想法 就多番的鼓动游说这位哥哥 于是哥哥就答应了 那当婆罗们跟这个女孩结婚以后 因为早期兄妹同住感情特好 妹妹婚后仍然希望哥哥跟他住在一起 他也把这个想法跟他的先生沟通 他先生也认同 但是他哥哥对于世间的享乐 没有丝毫的兴趣 他一心只想出家 我离开了极尽的山林 我就不如走入到僧团里面出家学到才好 于是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妹妹做了一番的表述 他妹妹也同意了 但是也同时提出一个要求 希望哥哥如果证得殊胜的果报以后 一定要回来看他 哥哥承诺以后就马上就离开 那看到这个地方 浅显又心里想 那这个哥哥一定就是舍利佛在来咯 是吗 答案不是 哥哥找到一处隐士所居住的处所 跟随他们出家之后 由于过去生 硕士善根的一个缘故 他也无师自物 就证了独绝果 也就是辟之货 这个在我们读师尊谈道路的时候 天然师尊也讲到 当你我在现实生活当中 纵然衣食无缺 但是偶尔还会向往一些清净的生活 那就代表你阿赖耶士当中 积存了相当强大的修道的一股力量 只是我们没有让这股力量 接二连三的推动了我们后续的行为 我们一念向往清净 随即又被花花世界的种种的色相所诱惑 我们又再一次的沉沦 对于清净心的渴求 我们不负债了 所以我们如果听闻这个故事 也能够学这个哥哥 把你过去为什么求到以后 你还能够在道场上 不间断的出入到现在 你回想当初吸引你的是什么 修道长宝出发心就沉道有余吗 那这个哥哥成了正辟之佛以后 想起曾经对妹妹的承诺 就来到妹妹的处所 来到处所以后 她就无敲门就自入 就施展神通 妹妹看到哥哥所视线的十八遍 知道已经正果 她自己也升起了清净心了 大概在红尘俗寺住了一段时间 发觉财色明十岁也不过如此 所以看到哥哥的正果 她有一个敬佩也升起清净心 她就希望哥哥住下来 她妹妹就对哥哥讲 她说就算是一个圣人 她也需要靠饮食来维持自己的色身 那哥哥你纵然已经正了屁之佛 你也需要饮食的供养啊 那我也想借由这个机会 供养哥哥饮食的时候 我也能祭福啊 所以希望哥哥能够在这个地方 住一段时间 他哥哥就答应停留在那边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当中 这个妹妹是尽心尽力的 以各种美好的饮食 供养这位屁之佛 三个月起码 屁之佛要离开了 妹妹又开始用刀子 还有针线来供养她的胸长 那屁之佛接受以后 就立刻用刀子把衣服给裁剪开来 然后很快的就把一件衣服裁剪完毕 然后又把它缝制好 就可以穿在身上到外面继续游历修行 妹妹见了这一刻以后 立刻就在这个屁之佛的前面跪下来就发愿讲 愿我天资犹如此道 思考及反应 犀利敏捡 让我深深逝世 直至未来成就犀利的智慧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不是也常常触目 看到很多外在境界的变化吗 那我们想的是什么 我们想的内容不一样 我们行为的造作 当然就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 立之佛把这个衣服缝制完毕 他的妹妹看到以后也立刻发愿 他说愿我从今起 生生世世乃至未来 令我智慧 犹如此针 智慧深远通达无碍 这个针把一片一片裁缝好的布料 缝制在一起 才能够成为一件出家中 可以穿的衣服 覆盖自己的肉体 我们在学到的过程 不是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吗 不论是修己或者是度人 也需要高远的一个智慧 才能够支撑自己的愿力 得到一个实际圆满的结果 佛陀就讲 那一位跪在地上发愿的婆罗门女 不是别人 就是今天设立佛的前身 由于过去曾经供养毒卷 又去布施刀跟针线 还有白布 让对方能够缝制衣服 加上他自己本身 能够广发誓愿 所以由这样的善根 在后面的累劫转世当中 就能够踏入修行 所以在今世才可以获得 立志聪明第一 所以设立佛的智慧 之所以这一生 会在十大弟子位列第一 久远结前 这个善果的成就的第一例种子 是因为他发善愿 是又有一些比丘 又问世尊 那设立佛他过去生 又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他这一生虽然不是出生在贵族之家 但也没有出生在极为下贱的种姓 如果极为下贱的种姓 他就没有出家学到的机会 他如果是高尚的一个贵族 他出家会受到障碍的 所以他出生在中上阶级家庭当中 他能够适世出家修行 这是什么样的善种子呢 佛陀又讲 他说过去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国王 娶了老婆以后就尽情享乐 常常带着老婆去游山打猎 经过几年诞生了一位王子 有儿传戏一波乐 这个国王更加不务正业 这个玩乐的心越来越强 这个王子长大以后看到自己的父王贵为一国之尊 但是不以正法治理国家 就忧虑这个父亲死了以后可能会堕入到地狱 而他自己如果继承王位 将来一定也免不了这个苦果 所以就一心想要出家修道 要出家必须经过父母的允许 于是他就跟他的父亲讲 我要出家 那国王听了当然不高兴 就用种种很难听的话 去贺责这位太子 然后坚决不放他出家 那有一次太子坐着大象就出城游关了 大象是过去贵族的代步的交通工具 我们现在是用脚踏车摩托车跟汽车 那在出城门观赏的时候 看到一个穷人 拿了一片荷叶在哀家哀户的画园起石 那这个太子看这个穷人 自由自在无机无数 他就立刻将自己出家的那种愿望 寄托在这个穷人身上 他就把这个穷人找过来 而且就问他 我是爱于贵族种姓 不能够随我的意思去自由出家 你也不是贵族种姓 你看你穷到这样还要跟人家去起石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的就出家学到不是更好吗 就鼓励对方出家 结果这一个穷人讲 我是想出家 可是我没有一波 我不具备出家的资格 出家要自己准备三一一波 因为那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必备的工具 三一就像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你每一天要有衣服的替换吗 或就是你吃饭的一个工具啊 这个太子一听就立刻讲 我可以无条件 供应你出家所需的三一一波 只要你答应出家 这穷人就非常高兴 如果有一波了 我出家了 可以安身立命了 我当然要出家了 于是太子就把自己所答应的一波 如数的送给这位穷人 那送给这个人以后 他后续的行为就到此结束吗 没有 他带着这一位启士 来到一处是仙人修行的地方 拜托这些仙人 让这一位穷人 跟随他们出家修行 换句话说 帮他找到了老师来指导他了 那这些出家的仙人们 那这些出家的仙人们看到太子的态度 来佛堂求道 那求道之后 你有没有售后服务 还是你就点到为止了 带进来求完道 身份多了一个 一贯道地址了就够了 你送佛要送上天啊 那你就必须引领他去学道 他去参与帮办 帮办 因为只有学道里 只有参与帮办 力士练心 才可以去化无名 你没有后面的这些动作 你只是鼓励人家求道 于当事者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你不要告诉我 阿赖爷种了一粒善法种子啊 上天将道 不是只有让你去种一粒善法种子 他是希望这一粒的种子 能够在有生之年 经过我们求道人的 勤心的灌溉培养 他可以开花结果的 而不是布一粒种子而已啊 所以太子就跟这个穷人讲 你已经出家了 所以然后如果你学到有成正果了 我也希望你能来告诉我 这个穷人当然受人之恩 他一定要答应王子所提的要求啊 那穷人出家以后 透过老师的一个指导 他自己也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就开始修道 也是因为有累世的善根 最后有没有 也正了独绝果 那穷人正果以后 想起太子引渡的一个恩德 便主动前往太子宫殿 当然要视线神通 才能够让太子知道 他已经正果了 那太子见到以后 心里面很高兴啊 赞叹对方修道有成 但是看看自己就不免感慨啊 他就想 这一个人所获证的道果 最初是由我的一个帮助 才能够得到的 而我自己本身不能够出家 证这个道果 原因就是我出在皇族当中 我必须要承袭这个家业啊 所以他当下就发誓愿 唯愿我今后深深逝世 勿出生于高族种姓之家 也不身在下见悲愿之家 横身在中上阶级之家 令我毫无障碍 轻易便能出家 如果你出生在那个悲愿的地方 三餐不济 衣食无浊 各位前贤 学到就很困难了 没有几个可以做到 像颜回颜夫子啊 那些都是再来人啊 佛陀就跟这些人讲 他过去那位太子不是别人 就是舍利佛的前身 由于他过去所发的誓愿 所以他就出今生 他可以出家自在无碍 他不仅这一生 他是出生在一个中上家庭 他过去生也是如此 才能够圆满他生生世世 出家学到的一个誓愿啊 那后学举舍利佛 他过去生的这么一些小故事 就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求到的时候 就先发了十条大愿 在我们对任何事情 还不够清楚的时候 就在佛前 秉住于自己的想法 讲了十条大愿 我过去也跟各位前贤 引用活佛恩师的讯文讲 愿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啊 活在这个五浊二世 是一个苦海 我们要在苦海里面架法船 每一个人都是舵手 可是如果我们在撑这个船的时候 你把握不住那个方向 就很容易因为外在环境的干扰 在你修行的路上 你会走入歧途的 所以舵就是愿 当你发愿的时候 你就是有一个好的舵 在自己的手上 你有足够的力量握住这个舵 朝自己的方向去走 对于我们的未来生 你就电力一个很扎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现在生 对于我们的未来世 到底我们学到这么久 我们要的是什么 你决定了自己的方向以后 他就定出了 你将来前进的路 是往哪个地方去走 那当然我们如果立了一个红式大院 你就要去疗愿 疗愿就是要用心啊 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的疗愿 那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课后 我们到场的前贤跟后学问了一个问题 他是厨房五卫师的大厨 他就问后学 他说常在讲堂上 听到讲师讲 要淡薄欲望 但是他自己如果有机会 在外出用餐的时候 看到色香味美的东西 他回到家里就想去研发 然后将研发的成果在佛堂煮给大家吃 他如果这样做 是不是就是损了自己的修为 因为修到要淡薄欲望啊 那后学给的答案是当然不是 厨房的五卫师 你的工作就是烹煮食物 为的是供养大众一餐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 就是借由素食滋味的美好 还有多样化 去鼓励大家改变饮食的习惯 能够各个都往素食的路去走 所以对一个无谓师而言 见到有美好的食物 激起我去学习的一个动机 这个就叫做用心啊 用心就是真正了愿啊 用心也就是慈心的流露 是好事 跟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淡薄欲望 是完全没有冲突 那如果对我们讲师而言的时候 我怎么样才叫做用心 那就是问自己 在准备一堂课的时候 有没有很专注 而我平日在对义理的研究 探讨的时候够不够深入 我能够了解一个班期 这些参与的前贤们 他的需求在哪里 那个道理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做包装 可以方便他们的吸收吗 这些就是我们 你身为讲师 你有没有用心啊 你如果在扮演这个角色 都是草草了事 一个道理沿用数十年 你都不改变 各位前贤 你纵然讲再多的课 你没有了愿 因为没有用心 接着我们来谈普贤菩萨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所以提早下课 在下一堂课 我们再继续 感谢天然师德 谢谢各位前贤 接着我们这一堂课 来探讨普贤菩萨 它是从哪一根去入手 普贤菩萨即从做起 鼎礼佛祖而博佛言 我已曾与横杀如来为法王子 十方如来交其弟子 菩萨跟着修普贤行 从我立明 从我立明 普贤菩萨 位列等觉 其实也是古佛再来 那他是从耳式去入手的 从我立明 这句话有两个含义 就是希望所有学到的人 都能够修学普贤十大愿 第二个 就希望普贤菩萨 能够加批于 这些学到的人身上 让他们在修行的过程 减少一些磨难 接着我们来探讨 普贤行的一个由来 其实普贤菩萨 如刚刚他所自述的 在九远节之前 就已经在无量无边的佛所前面 为法王子 所以他自己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就是本诸于十大愿 作为自己修行的原动力 又因为他在无数佛所为法王子 所以十方如来 在教导门下弟子 凡是有大圣根器的人 都应该要修普贤十愿 那我们来看普贤十愿的内容 是不是也有我们一贯到弟子 你应该要去遵循的法则 第一个 敬礼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勤转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横顺众生 普接回向 这十条大愿 严格来讲 是任意宗门的修行者 在因地修行 想要达本还原的时候 你都必须去遵守的一个准则 所以一贯到弟子 你在日常生活所学的 所行的 其实都是符合普贤十愿的 光讲第一条敬礼诸佛 佛规就是第一条 叫做恭敬先佛 尊敬先佛意思一样 而我们学到必备的 就是要能够忏悔自我的业障 要能够与人广结善缘 所以不要因为普贤菩萨 是佛门的等觉 我们就误以为 一贯到弟子 不用修普贤十愿了 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里面 掉入到门户的陷阱 妨碍了自己 学到成就的一个机会 被世尊 我用心文分别众生 所有之见 这边的心文的心 讲的是真心 而非意识的分别心 所以真心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他离开能所 所以就能够 释出世间法 无所不知 同样的 这个普贤菩萨 他以耳释在听声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这个耳释也是真如自信 随缘所起之用 只要离开了第六意识的分别季度 他就转这个分别为妙观察制 所以我们因地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实时叮咛自己 不要在一切境里面 逼着自己的意思 去做一个解读 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淡化了自己的我值 没有了我值 欠缺了无明的一个覆盖 你的智慧就会逐渐的显现于外 你对于外境的一个了解的透彻的能力 就会逐渐显发的 所以普贤菩萨 以真心为主 运作耳根 往外接收信息的时候 不起分别嫉妒 就可以很清楚明确的 分别出众生的根器不同 对阵下药 随缘教化了 被弱于他方 横杀界外 有一众生 心中发明普贤行者 他不是单独自己的 佛国之内的众生 任何一个 横杀界外 只要有人走修行的路 他心里赞叹普贤行 他有心效法普贤菩萨 当这个意念一萌生的时候 普贤菩萨 与耳食成六牙相 分身百迁 皆行其处 这个耳食 就是修行的人 他内心萌生的这么一个愿力 就与普贤菩萨 度众的心 产生了一个契合 所谓至成则感 感而遂通 有这么感应的时候 普贤菩萨就成六牙相了 然后前往这个众生所在之处 圆满他的所求 这个六牙相是代表六度妄恨的 透过修六度才能够达到佛陀妙诀的一个果位 相也代表他的体积庞大 他要有一个坚毅负重的一个精神 我们一路在上求佛道的时候 各位前贤 我们最大的负荷是如何解决自己的无名 在我内心世界佛魔交战的时候 那个要去除私欲 让天理流行的 那么一个想法 要能够贯彻始终 他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 才能够克服那个小我的一个作用 那一旦我们学到有成 想要往外去下化众生 众生无量无边 不同的形体 今是你要接引的一个对象 《金刚经》里面说 十类众生 佛陀都发愿要把他们度尽 《人言经》讲十二类 意思是说 不论有情众生的形体如何 都是佛陀要去接引的对象 而这么一个红世大愿 度化众生的责论 我们是要牢牢扛在肩上 在累劫修行当中 永不间断的 所以你没有一个坚毅的精神 你怎么能够走长远的道路 被纵底葬身未得见我 我与其人暗中磨顶 永护安慰 令其成就 纵然这个有心学道的人 他累结业障很深 他无法得知我来到他的身边 我也会在暗中里面 加持这个学道的人 帮助这个学道的人 远离一切的魔障 因为前面有提满 任一个世界的众生 有心学普贤行的时候 普贤菩萨都会前往帮助 所以这个令其成就 就是要帮助这个有心学普贤行的修行者 他能够早日圆满成就 普贤十大愿 所以佛问人通 我说本应 佛陀今天问我们 在因地修行入手的功夫 我也把我过去的经历告诉佛陀 新闻发明分别自在思维第一 新闻发明代表根本质 然后分别自在代表差别质 后得质 灭无名以后 根本质现前 以根本质而能够起大用 所以根本质的现前 一定是改习性化比性 灭无名长智慧 他最初萌生的那个妙智慧 而这个妙智慧里面 无所不能 他面对众生因缘不同 解决的方法就不同 他都可以站在平等法治上 行立他之举 去成就对方 这个叫做后得制 所以没有明体就没有答用 在理次的课程上面 只要有机会 不间断的提醒各位前显 你没有上求佛道的智慧 你就无法去施展下化众生的 那个红式大愿 而我们要去上求佛道 也就是在道场里面 前辈者叮咛的盖习性化比性 习性比性为合物 并根在哪里 你就一定要三不离 依着三不离 时时对号入座 错的我改 那么我们就能够步步的往上攀登 所以你没有这个次第 你就永远不可能圆满自己 所谓的归乡的一个大愿 所以明明得清清心明 内圣外王 内圣为基 你如果没有内圣为基础 依着自己主观意识 提供别人修学的方法 他都会有所偏颇 因为你有所见就有所不见 我只委屈 你就不知道对方要什么 给的要就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哎呀你家里穷 你就财不失 你身体不健康 你就无畏失 你要聪明 你就法不失 我们也只能如此粗糙的 用这样的方法去结善缘 但是却不能解决对方的心结 因为没有对症下药 那原因在哪里 因为秉性习性都在 智慧不能现前 接着谈 孙陀罗难陀即从做起 顶礼佛族而博佛言 我初出家 从佛入道 虽具戒律 于三摩地心肠散动 未或无路 孙陀罗难陀 他是从鼻式入根 他是佛陀 靖范王 佛陀的父亲 靖范王 他跟佛陀是同父一母之地 那他应该就是叫难陀 冠上孙陀罗 是因为同名为难陀的人太多 孙陀罗是他老婆的名字 所以把他冠在前面 方便大家分辩 那孙陀罗难陀出家以后 虽然严守眷律 但是心还是很乱 因为他约身没有约心 那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他的出家是被动的 他不是心甘情愿出家的 所以人在生团 心里面常常私慕 他的那个娇妻 所以要坐禅入定 他就做不到 你没有定功不能置心一处 他就不能够开启智慧 被世尊教我及居吃罗 观鼻端摆 因为他的心散乱 佛陀就教他 还有设立佛的母舅居吃罗 叫他们用禅奏的功夫来置心一处 这个观鼻端摆 就是佛门里面 后学约略看了大德者的一个大德者的介绍 就是坐禅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姿态 他们的一个动作 要你双盘 然后眼关鼻 鼻关口 你的下额要收获来 下额就是 你接近脖子那个区块 然后舌底上额 所谓的搭天桥 然后深 吸气的时候要很深 吐气的时候要很慢 借由这种一吸一吐的时候 让你的心越来越能够收射在一处 然后你弃心进来 要弃灌丹田 灌丹田就是你要深呼吸的意思 其实就是叫他禅地 所以我出地观 这是舍利佛讲 他刚刚开始学坐禅的时候 经三七日 三七二十一天 就定功有成了 见鼻中气出入如烟 也就是可以看到 那个一呼一息的气息 出入的那个形状 我们如果在极为寒冷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因为外界很冷 里面呼出来了气 他就明显看到白眼 但是在平常 比如现在外在的温度很高的时候 我们是觉察不出来 他有出入的气息的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一个孙陀罗难陀 二十一天的置心一处 也颇有一番的功夫 因为能够专心地收射自己散乱的心 所以身心内鸣 身心内鸣就是 我不寻着外在境的变化 往外面去攀缘 我回光来返照了 回光返照 置心一处 所以就代表他的定功已经成就 才会身心内鸣 定功成就 也代表了智慧现前 看周遭的依报世界 圆动世界 片尘虚境 游如琉璃一样 就看外在的一切的环境 就像琉璃一样的清澈透明 没有那种肮脏污秽的情境 这叫一暴随正暴转 我们的心清净 你看到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美好 我们的心不干净 我们看外面的一举一动 一个声音 一个微小劲的变化 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干扰 殊不知 所有的感觉 是随着自己的心而变化 所以当你觉得 你周遭没有一个好人 周遭都没有一个好的境的时候 他就提醒了 可能我们的内在是相当污秽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在太上感应片里面 老子也提到了 当你看别人的不好的时候 他代表你的内在是尖酸刻薄的 所以尽缘无好丑嘛 好丑起于心 说来说去 让我们上天堂 让我们下地狱 让我们痛苦幸福的关键 都不是外面 都是自己亲自推动自己 往上提升 或者往下成罗呢 所以乐是自己造 苦是自己造 你要感恩的是谢谢自己 你要愿的也是愿自己 所以烟相见消 比息成白 烟相见消 就是初开始坐禅专心的时候 会觉得那个初入息有白烟 慢慢的心越来越干净了 那个呼吸的速度越来越微弱了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 那个鼻式的分别 已经渐渐消失了 这前仙门也不要听了 孙陀罗难陀圣者的修行 我也回去眼关鼻 鼻关口 然后去收射我的心 你只要离开分别对待就好 那当这个分别 逐渐的消失殆尽之后 鼻相成白 代表你经 从一个世心 证悟到空性了 白是代表光明 你的智慧完全现前 你已经远离了 人心的分别对待 进入到你的佛性了 所以心开漏镜 诸出入息 化为光明照十方界 这样的一个定功成就以后 就眼前所见的一切 都是一个大光明 所以得阿罗汉 世尊记我当得普及 我证了阿罗汉之后 佛陀就告诉我 为我受祭 我不久之后将来一定成佛 所以佛问圆通 我以消息 我就是透过禅定 这么一个观察自己的呼吸的一个方法 让我的心能够专注 而不会在外在的境界风的扰动之下 因为分别心的作用 而干扰内心的清静 这个叫做消息 当然功夫都不是一蹴而成 而是喜酒发明 渐渐的累积而成的 滴水沉大海 所以明元灭露 智慧原明 除掉了烦恼障以后 我就证悟了 这个叫做思维第一 我以关系来入道 所以他认为 这个鼻视 就是他修行的最好成就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再来综合一下 前面有提到香炎童子 是观察香臣的 未臭未好 他离开丞相而悟到 因为臣是虚妄的 缘起之物 那周立盘特是透过鼻根 他震入到空性的 孙徒罗难陀则是从消灭分别 透过鼻视 他了解 鼻根也是真如随缘所取之用 离开了分别对待 就是真性的一个显法 所以三位圣者 各从分成是三方面 去解开自己的一个障碍 而能够分别入道 那我们在研读这些圣者 他们正道的过程的时候 他也是提醒我们 不是着眼在外境 而是要注意到自己信念的一个变化 佛陀在接引 妇罗难尊者的时候 当时妇罗难尊者 有心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去度化众生 于是他就亲自找佛陀问法 我要去那边接引众生 我要用什么样的法药 最方便去开启众生的一个智慧呢 当时佛陀讲 当六根接触到 令人喜欢的境界时 你生起了欢喜 散叹 贪爱染拙 那么要小心 苦就会随之而生 因为有喜悦的生起 就会有苦的生起 你透过六根所带来的一个想法 他都会有生灭的一个轮转 在眼前的境你欢喜 你要知道 当这个境消失的时候 失落的痛苦就接续而来 那同样的 六根在遇到令人喜欢的境界时 如果你不生起欢喜 赞叹贪爱染拙 那么苦就不会随之而生起 所以说喜的一个灭除 就是苦的一个去除 佛陀是用顺境所带给我们的喜悦 告诉我们 顺境不足以留恋 那个欢喜是短暂的 记之而起的 就是痛苦跟烦恼 那这么一小段话 他在引导我们什么 其实就是教我们 对境不生心 你不生心 就表示一切境界 与你前面呈现的时候 与你我毫不相干的 如果你读完这一句佛陀的开示 你再回想起 同老夫子在大学里面 是怎么引导那些弟子 他不是讲吗 心有所好要 愤智 忧患的时候 真心就不在其位了 因为忧患 愤怒 好要 这些都是人心才有的七情六欲 所以喜怒 哀乐 爱欲症代表着就是情 有情就会有苦 那情为什么会来 一开始上课 我就跟各位前嫌讲 你不起妄念 你就没有情事 你没有情事 就不会干扰自己内在的一个清静 所以如是道讲的是一模一样 我们要学的就是 如何让自己境界风吹动 我心不随进转 在家修这一点是最困难的 因为带着我执 空间不断的变 我执永远是行影相随 就总喜欢依着自己的想法 去妄下论断 所以我就会惹起人怨 所以不动心是最重要的 逆境不动心是忍入行 顺境不动心也是忍入行 忍入代表心量的广大 当你的心量包天包地的时候 你就不会以些微天地之间的一些变化 你的心会起任何的波浪 都不会了 所以心量越狭隘 就很容易因为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 带起自己的心绪不宁 所以当一个人情绪变化越频繁 越明显的时候 他的答案就是一个 欠修 讲完了孙陀罗难陀 他的一个过程 修道的过程 后学还是提供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在课堂上面 其实常常听过其他讲师有提到的 这些年比较少听到 孙陀罗是印度国内第一门女 把这么漂亮的老婆娶回到家里 于是难陀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家门半步了 所以前道都喜欢娶这样的老婆 可是这样的老婆摆在家里 你就无心于事业 如果修道就会让你无心于修道了 佛陀曾经问过孙陀罗难陀 你结婚以后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你未来想做什么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难陀就回答他哥哥 我啥也不想做 我陪着老婆就可以了 我的未来也是如此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他在没有学到以前 他也是生平无大志 可是佛陀知道 这个弟弟学佛的机缘已经成熟 要度他出家 就主动提出了这个想法 孙陀罗难陀毫不犹豫一口拒绝 我舍不得妻子 我怎么能够到僧团里面去居住 于是堂而皇之的邀请 他不肯 佛陀就设了方便法门 各位前嫌注意 这个叫做方便法门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法炮制的 你要了解对方的硕士的因缘 你要了解对方的所求 你才能够对阵去下药的 否则会弄巧反拙的 那佛陀有一天就要求难陀 亲自把斋饭送到奇环境社 难陀是舍不得离开老婆 但是也不敢违背佛陀的一个要求 就跟老婆解释 我要短暂离开家门去生团的原因 去给佛陀送斋饭 孙陀了难陀就立刻跟他讲 你东西送完立刻回家 回来太晚我就不让你进门了 这个里面有一点威胁 也有一点撒娇的成分在内 难陀是很有把握的 我绝对不会在外面多停留片刻 因为老婆在家里 我的心就在家里 他就到了奇环境社 把东西放下就想回家了 可是佛陀不准他回家 把他关起来了 那个孙陀罗难陀屡次逃出去 都被佛陀带回来 最后硬给他剃了头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出家了 别人在修禅定的时候 他还闷闷不乐 因为他不是很心甘情愿 他舍不得自己的娇妻孙陀罗 常常在生团里面闷声不吭气 佛陀就看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教化 他就带着孙陀罗难陀到山上去散心 山上有一大堆的野猴子在玩耍 佛陀就问难陀 你比较一下 这个是你的老婆孙陀罗美丽 还是山上这群猴子美丽 难陀就回答 这还需要比较吗 谁都知道我老婆是国内的第一美女 这群猴子怎么能够跟我老婆相提并论呢 我老婆是天上的仙女在哪样 佛陀就讲 你也没见过天上的仙女长什么样啊 你既然认为你老婆跟仙女是一样 我就带你到天上看看仙女 于是又带她到天上去游览 看到天宫里面 英语美妙结伦的天女 伯陀就问难陀 你说你老婆跟天女一样 猴子不能比 那你现在看到天女了 那你觉得是天女美 还是孙陀罗美呢 这难陀有没有 看到眼前这么多的美女 讲话的声音好听 行为又是那么高雅 个个长相那么娇美 她心乐乐的有没有 就讲了一句话了 她说当然是天女比较美丽了 这个时候如果要做比较 我老婆孙陀罗 就很像刚刚山上的猴子一样啊 所以各位前嫌 昆道的前嫌 当你逼着先生要你承认 要他承认你的 碧月修花的容貌的时候 他在前面说你像天女一般 他背后是怎么说你 你也不清楚 你大可不必 因为他给你的一个赞美 就忘失自己的本性啊 我们昆道很喜欢人家说自己 青春有度肌肤光滑 容貌就跟十八姑娘一朵花一样 这些话听听就好 你如果把他当真了 就是很甘心还被别人给欺骗 所以南陀看到这一群天女 是如此娇美 数量很多啊 就忍不住去问 你们的主人是谁 其中一个人就讲 我们的主人是佛陀的弟弟 孙陀罗·南陀 他现在已经跟佛出家修道 来生的时候 他就要升到这个天宫 我们就是在这里等他 将来要一起陪伴他的 南陀听了以后 欣喜若狂 家里面只有一个 长得像猴子的孙陀罗 这天上有这么多的美女相伴 我一定要用功修行 这个就是先以欲勾迁再另入佛制 所以看完天女跟佛陀来到人间以后 他就完全忘记了妻子在家里 熬手期盼他的归来 他是如此专心的用心学到 因为他那个贪慕的心 已经不是老婆 而是天上的那一群天女了 各位前贤 他真的用功吗 他还是有所求啊 有所求就不干净啊 只是贪的对象内容不一样而已啊 那佛陀就知道了 这个南陀一心一意的只想享天福之乐 做那些天女的主人 于是还必须给他更深刻的一个撞击 他就施展神通 带南陀到地狱里面去观光了 这一观光看到地狱各个行锁 刑罚的不一样 都让人毛骨悚然啊 最后来到一所地狱的时候 有两个鬼守着一个大的油锅 油锅下面的火要熄未熄 然后要生也未生 就是那样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然后这两个鬼呢 就倒在油锅的旁边就睡着了 南陀就叫醒其中的一个鬼 就跟他讲 鬼大哥啊 你们做工都没有人管吗 你看你们多偷懒啊 这个油锅下面的火都快灭了 你们都不知道啊 你们不赶快去点火 这个油锅的油怎么会沸腾呢 于是鬼就打着哈欠跟孙陀罗南陀讲 哎呀你不用操心 你什么也不知道 将来要来这边享用油锅的人 叫做孙陀罗南陀 他是佛陀的弟弟啊 他现在已经出家修道 但是因为他一心一意的 是想的天福 而以他的修行 确确实实 他可以想天福 只是等他天福享尽以后 他就要来人间 逗入到地狱啊 来受苦啊 所以离现在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那我们两个是雇这个油锅 何必现在就把油烧的沸腾呢 等他要来的时候 还来得及点火烧啊 这个难陀一听啊 吓出一身冷汗 糟糕 油锅是预备给我的 怎么办 所以他立刻要求佛陀 要帮他免除地狱之苦 佛陀就跟他讲 天堂地狱的路 都是自己在走的 你要免除地狱 要能够攀登天堂 你就必须了解 人世间的苦空无常 无我的道理啊 你了解这些道理 然后时时刻刻 检点自己的身口意 有没有客尊的意理 没有任何的违背 只要用心修持 就能够达到天堂的解脱之路啊 于是难陀听闻佛陀的解释以后 就非常真正的这一次用功修行 就证了阿罗汉国 接着谈到 弗罗纳尼多罗尼子 即从做起顶礼佛祖 而伯佛言 我旷即来 便才无碍 宣说苦功 升达十相 又是一位再来人 久远即来已经成就了 跟普贤菩萨一样的 弗罗纳尊者是十大弟子中 说法第一的 所以表示他是从舌室入根的 那便才无碍 就是具有四无碍便的 有这样的一个高超的智慧 所以诉诸于口才 就能够将佛陀所讲的 苦空无常的道理 针对那些小圣修行者 只想解脱轮回之苦的人 为他们说远起信空的道理 但是根气力的人 要修大圣菩萨道的人 他要广度有缘众生 他就必须传说 阐述更高的一身的毅力 叫做升达十相 那因为这边是讲法 所以这边的十相 就是万法本字不生 谈无生的道理 从无生当中去契入到中到十相 中到十相就是无相无不相 所以四无碍便 或者讲四无碍制 其实是同一样内容 只是如果谈我们个人对于道理的解说 明白与否 他称之为四无碍制 如果用在嘴巴上来阐述的话 他就称之为四无碍便 这四无碍便就是法无碍便 法无碍便是世出世间法 我都通达明了 我都记得 我不会忘记 所以佛陀不是只有讲初世法 初世法就是四圣第十二因缘六度 不罗密 佛陀的五圣佛法里面 有一个人圣跟天圣叫做世间法 亦如碍便 我不但记得佛陀所讲的 世出世间法 我还能够把佛法的毅力 融通得非常的圆满 比如我们常讲 人到尽天到尚 后学在早期不太理解 怎么样叫做人到尽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圆满 圆满的标准在哪里 一直到我研究佛法的时候 我再回过头来看王凤言行录 我才了解 他的那个进道不要道 其实就是佛门里面所讲的 你无我执了 你无我执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 你只进自己的心 而不要求结果 就很像老子在道德经讲里面 天道师与天下一切众生 他所需的 却从不惜记众生去回报的 这个叫做义无碍变 你对于那个表达的 法所表达的义力 我能够彻底明白 何谓此无碍变 就是言简易改了 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语 就能够将一个很深的毅力 圆满的表达出来 我们有些人讲话 脱塌累赘 说了一大堆 让别人抓不住那个核心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的身上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要修才能够达到的 乐说无碍变 在跟别人分享道理的时候 永远又欢喜心 你对于所有能够接引众生的机会 心无厌倦 所以修道人具有了 肆无碍变 他就能够在长期成就别人的时候 让众生发菩提心 求无上道 因为他们知道 佛法的一个尊贵 他们知道修行的一个好处 而且透过妇罗纳尊者的解说 他们知道自己修行该用的法门为何 那佛陀在经书里面 曾经提过 一个出家众是要以弘法立生 为自己的一个志向 而这么一个有心待天宣化的人 他要具备十种功能 实德就是德用的意思 我们线上有很多讲师 那各位前显 你我的责任也是要弘法立生 那这十种德 我们就常常要用来讨和自己 一 善之法义德 这个道理我明白了吧 第二个 能为宣说德 我自己明白 我该用什么方法去包装 去帮助对方明白 这个叫能为宣说德 第三 储重无畏德 再多的人在前面 我没有畏惧之心 其实你为什么有畏惧 因为你怕自己 达不到自己所想要达到了目标 那如果这样的畏惧 你就应该去推动自己 往意里不间断的去探讨 或者永远都害怕 那就障碍了自己成就的机会 第四个 辩才无碍 方便巧说德 随法行法的 随法行法的 这个是谈知行合一 有些道理我们明相明白 但是需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实际的落实 才能够透过知行合一 又激发出更高深的一个智慧 让我们能够更深入义里的核心 这个就是随法行法德的好处 具足威夷德 修道人行住坐卧要有四威夷 勇猛精进德 不懈怠 身心无倦德 不会有不耐烦 成就威力得 对于自己所做的 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给的是最好的 为什么你有把握 因为你用心了 用心就是了愿吗 前面不是有题吗 所以如是乃至 横杀如来秘密法门 我于众中为妙开示 得无所谓 况节以来 跟随着诸佛在学道 通达无量的秘密法门 所谓的无量秘密法门 就是佛陀很少去公开宣说 只针对立根器的人 所宣说的圆顿法门 与会的人 他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佛陀就讲什么道理 立根器的人 毕竟少见 所以这些的上圣大法 就很少公开宣说 譬如我们人言经 一开始教我们 要舍世用根 访文文字信 这样的修行 相较于小圣行者 是过去从来没听过的 他们只知道 缘起信空 所以断除自己的贪嗔 吃慢疑而已 所以 世尊之我有大变才 以阴森伦教我发扬 佛陀知道 妇罗那尊者 他有足够的智慧 有足够的能力 就引导妇罗那尊者 讲经说法 将自己所明白的利礼 意礼加以弘扬 我于佛前 驻佛转伦 因狮子吼 成阿罗汉 狮子吼就代表前面 弘法立身 其中的一条 叫做苦动无畏德 我不怕 狮子是万寿之王 所以丛林当中野兽俱全 狮子没有畏惧 他以此代佛转轮 而成就阿罗汉 世尊应我 说法无上 这个就是 这个妇罗那尊者 他的一个成道 学道的一个经过 那看这一段经文 后绝就补充一件事情 这些年我们都在 不断的引导大家深入经葬 所以我们讲的义礼 就已经不再是 那么简单的表述 父慈子孝兄友 地公不要迁滩 已经不仅仅是如此 浅薄的东西 我们希望能够有 更高深的义礼 在后面支撑 来告诉我们 告诉大家 我所讲的东西 它有佛法的一个印证的 它就牵扯到 了义的大圣经 可是在于 了义的大圣经里面 它经文有一些 比较深奥的地方 确确实实 不是每一个人 乍看之下 就能够一目了然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 引经据点 与人分享的时候 先生们一定要注意 假如自己心智 不能宣说时 心智就是我的智慧不开 我不能够讲出了 这一个大圣佛法的核心 义礼的时候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张观礼带 随着自己意思去说 这个错解佛法 三世佛缘 这个果报是很重的 这个奖经说法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当求 不过 不是强调一个要有功 以后学而言 我之所以会踏上 讲师这条路 从来没有任何特殊的目的 只是觉得道好 而对于这些无形界 所带给我的激励 引导我走修行这条路 我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想报答天恩施德 所以一心一意的 希望弘扬道的一个尊贵 以及修道的方法 当然利润一定要 本诸于圣人所留的经教 所以就必须不断的涉猎经典 那我自己在学的过程里面 我也不敢强说 为什么都依据古德来讲话 因为我担不起那个果报 讲错的果报 所以佛问源通 我以法因降伏魔怨 消灭猪肉思为第一 佛问我们阵入的一个工具 我富罗那就是以法因降伏魔怨 法因降伏魔怨 就是对内能够灭除自己的无名众生 对外面帮助其他的人 也能够共成无上佛道 所以消灭猪肉 肉就是没有烦恼 思为第一 那讲完这一段话 它代表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回想 我们讲到富罗那之前 在孙陀罗难陀 前面的几位圣仙 都是以根成是其中的一根去自修 先自立 然后才去化他 但是富罗那尊者 他是以说法立身去化他 回过头来成就自己 所以前面的诸圣 是从用归体 然后富罗那是从体启用 不论先用归体 还是从体启用 其实都一样 都是来自于本性 本性 你先利益别人 再利益自己 或者利益自己 再利益别人 他最后都能够殊途同归 达于成道 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下 富罗那为何在十大弟子中 讲经说法 人中第一 是什么样的一个善因 去种下了这么一个善果 在你们没有看后学的资料之前 你们问问自己 你懂吗 你知道吗 我可以告诉各位情形 只要后学举的故事 绝对跟我一贯道 在眼前的修行 他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我也无非是告诉大家 你不要看清了前辈子 教我们那些修行的功夫 这边就是谈到三不理了 富罗那也称为满辞子 他的名词是从父亲母亲 合在一起而取的 他硕士就有愿力 他是帮助诸佛弘扬佛法 所以他不仅仅现在 在释迦牟尼佛做前说法第一 过去九十亿诸佛所 也是说法第一 庄严节 贤节 乃至于未来节 他都是说法第一 他的发愿如此 所以我们要发愿 但是你的愿力不要那么狭隘 我只利益某一个人 只利益某一个宗门 后学曾经跟各位前贤 分享过一个发愿文 我把我自己发的发愿文 跟各位前贤做分享 我发的愿 就是这人世间 但凡有任一位圣贤 先佛来到人世间 注视教化众生 我都愿意在他门下去尽心学习 尽力的帮办 我不限制于哪一个人 只是眼前进入到贤节 第五尊佛是弥勒佛 所以我归一在他做前 将来再由弥勒佛把我传输到 下一尊未来佛的手中 继续我修行的路 那这个满辞子 他这一生能言善道 但是无量节前 他却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人 是怎么能够修到人中第一 说法第一呢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他虽然不太会说话 可是只要有听经的机会 他一定会去听法 而且他听经的态度 可以用废寝忘食四个字来形容 后续看到佛陀在形容的过程 我不能把来龙去脉都写上来 那就太多了 这个所谓的篇幅了 听经的态度是废寝忘食 那你我的态度呢 听一次两次我都知道 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你讲得出来 那你都能够讲出来了 还要再问你行得出来吗 那他最初是站着听经 别人坐着他站着 后来觉得他坐着不够诚心 他就恭恭敬敬的跪着 何其掌来听经 对于讲经说法一个恭敬心 讲得好的也听 讲得不好的也听 听过来听过去 听多了他就懂得发愿了 注意他是听多了才知道发愿的好 于是他就发愿了 我将来一定要修行 要出家做法师 但是我讲经一定要讲得比所有的人都好 我了解每一位佛的法药 所以每一位佛出世 我发愿在这位佛的坐下来讲经说法 我要第一我不做第二 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未来 你要有那一种发愤图强 不干第二的 你不要修小圣 你不要居三邪位 你要打本还原的 因为他曾经发过这个愿 这个善法的种子种在阿赖耶士 所以他累劫转生 都会很自然的在佛前发这个愿 所以这菩提种子就种下了 说法辩才无碍的种子就种下 就推动他在累劫的修行里面 朝这个方向去迈进 果然得罪心愿 累劫生到佛前 见佛文法 开大智慧达得辩 得大辩才 所以就能说法定义 所以各位前贤 前辈者不是鼓励我们 要常常三不离吗 那透过这个小故事 除了讲三不离的好以外 我也多补充一点 有的时候道理听多了 你我不想听 原因在于有一个心态 明朝的时候 廉池大师 明代四大高僧 其中的一位 他在京城里面 跟二十多位的同参道友 去拜业当时很有名的辩容禅师 请教一些修行的观念 当时辩容禅师就回答了这几句话 他说无贪力无求民 无攀原贵药之门 为一心半道 当然这个半道就是修根半 其头并尽 来勉励这些远来求法的人 当时有几位的年轻的修行人 就很失望 我们老远跑来这个地方 还以为辩容禅师 有什么多了不起的见解 他那不也是老生常谈吗 所以心里面多半有一些 看不起辩容禅师 当时只有廉池大师 他肯定辩容大师 其所言是其所实践 只有一个真修实练的人 他讲得到是不离他的日常生活 他不标新利益 不搬弄玄西 只是告诉我们 你要修啊 人在六道轮回 不就是名利恩爱 攀原心所造成吗 你要求一个解脱之道 你不把这些攀原心断掉 你怎么能够攀登高峰呢 所以越平时的地方 才是道理真正可贵的地方 我们在各个班旗里面 听到的都是如此 平凡平时平淡的道理 各位前贤 那是过去现在 乃至于诸佛如来 来人世间度众的时候 共同讲的一个法药啊 标新利益就是危机之所在 老实的东西听多了做不到 才是我们要深刻反省的一个地方 今天为了要让经文的连贯 所以多占了各位前贤五分钟 抱歉了 那这堂课就到这里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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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